贺锦丽16号在宾州举行这个礼拜第二次造势大会 站台支持的是上百名共和党人组成的联盟 呼吁共和党选民爱国比爱党更重要 贺锦丽对这些共和党人的勇气表达敬意 随后也参加保守派的福斯电视新闻节目访谈 直接面对偏右与尚未决定的观众群 在移民问题上与主持人爆出火花 这场总统选战目前没有明显的领先者 包括CNN 路透社与福斯新闻的民调 都显示双方差距在3%的误差范围之内 联邦选委会15号披露的文件显示 亿万富豪马斯克三个月内捐赠大约7500万美元 和台币超过24亿的资金 给他为川普成立的募款团体 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 另一个摇摆州乔治亚州的法官则裁定 选务人员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验证选举结果 不得因为单方面怀疑结果就拒绝验证拖延程序 以色列军方发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影片 表示这是在加萨走廊南部城市拉法的特尔苏丹地区 作战的辛瓦遭急杀前的最后一刻 画面中受伤的激进分子朝无人机丢东西 以色列街头有人欢庆 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以色列在加萨的行动 仍会继续 直到所有人质归来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新瓦之死 能为人质开辟一条回家的路 正在竞选的副总统贺锦丽说 这是终结战争的机会 相关消息也已在阿拉伯世界传开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袖辛瓦 是去年十月七号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策划人 造成约一千两百人丧生 并掳走数百名人聚 过去一年多来 以色列展开报复对加萨狂轰滥炸 先后歼灭哈马斯许多高官将领 也因几乎成了无差别格杀 加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超过四点二万人陪葬 共军十四号在台海周边发动十三小时的联合力 一箭二零二十B军演 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继美国国务院表示关切后 美国国防部发出声明 指出共军的军事施压行动 是不负责任 不省比例且破坏稳定的 强调台海和平 与全世界息息相关 美国将继续与盟友伙伴合作 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且开放 英国国防大臣犀利 也谴责中方极具侵略性 和冻吓意味的行为 欧盟同样发声表示 中国军演进一步升高海峡两岸紧张情势 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 以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德国总理修兹也表达相同立场 日本首相石破茂说 台海及台湾周边的和平安全 对日本及区域极为重要 日本会密切关注情势 并做好万全应应 对于国际有人支持 武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 强调台湾将持续充实自我防卫能力 并强化与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交流 向世界展现守护民主台湾的决心 解释息文整理报道 2000年6月 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访问平长 与当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把酒言欢 专方官员还高唱流行南北两边的歌曲 我们的愿望是统一 但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 南北统一的想法 也随着两斤的过势而烟消云散 外电引述北韩朝鲜中央通信的说法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示 面对最主要的敌国 大韩民国必须永久切断并封锁两国的国境 并以兼顾的防御攻势 让两韩之间的非军事区DMZ 成为军事要塞 总参谋部宣告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二零二三年底的公开演说 就提到南北两边已经不是同一民族 而是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对国家 这个说法与长久以来 南北韩都接受的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观念背道而驰 金正恩今年初又说 必须彻底放弃包含统一和解 同民族这些观念 到了四月间韩国发现北韩部队 开始在DMZ附近大量蛮射地雷 并且建构阻挡战车前进的障碍物 日本时事通信社的分析认为 北韩当局了解以自身的能力 不可能主导所谓的南北统一 反而可能被美国支持的韩国 进行吸收并吞式的统一 因此直接公开宣示放弃统一 来维系平壤政权的存续 公司新闻徐贊恩编译 英国文字教队员克雷瓦尔 今年才四十岁 但在两年前却被诊断出 离婚罕见疾病都发现硬化症 未来很可能无法行走 只能卧床生活 她担心自己无法面临这种痛苦 也无法控制会痛苦多久 希望能用更多选择决定自己生命的走向 已经成年多年的癌症患者题目 从小就有学习障碍的问题 离婚癌症之后 除了母亲跟安宁照护的护理师外 没有人能够依靠 眼看着她的病情持续恶化 让她八十二岁的老母亲 相当担心儿子的未来 因为在英国的安宁照护资金 遭到削减 导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正在减少 受到安宁照护的品质逐渐下降影响 加上大众议论对安勒斯的看法有所改变 英国再次掀起安勒斯的法案争议 英国公会国会议员李德比特 十六号在国会提交了一份 绝症成年人生命终结法案 允许英格兰跟威尔斯 合法进行有医疗辅助死亡的法案 泰晤士报报道 法案一旦通过 绝症患者能够在一名法官 跟两名医生的批准下进行安勒斯 但法案的对象只限于心智正常 或生命只剩六个月以内的 成年绝症末期患者 其余包括帕金森市政 阿兹海默症等疾病 不包括在绝症末期疾病 预计英国国会将在十一月下旬 针对法案进行投票 决定是否通过立案 而根据市调机构 易普索莫里 二零二三年做的民调显示 高达三分之二的英国人 支持安勒斯合法化 也获得了一些知名人士认可 其中包括现任的首相施凯尔 关系新闻知识同兵一 粉丝们在布宜诺斯爱丽丝 这家饭店外的树下线花 点上蜡烛 有人相拥而泣 而这位女孩则忍不住嚎啕大哭 粉丝们之所以如此难过 是因为他们热爱的前英国男子天团 One Direction成员林恩·佩恩 稍早传出在这家饭店的三楼坠楼身亡 得年31岁 林恩是在9月底来到阿根廷参加演唱会 度假期间还曾将自拍影片 铺上社群网站 没想到16号当天 警方接获报案 得知有一名可能受到毒品和酒精影响的男子 因为情绪不稳 在饭店大厅摔笔电 被强制带回房间 警方抵达后被告知 饭店庭院传出巨大声响 随后便发现了连恩·佩恩的遗体 医疗人员透露 她因为伤势严重当场死亡 连恩·佩恩16岁时 参加电视选秀脱颖而出 2010年与其他四名成员 共组男团One Direction宏极一时 在全球拥有大量粉丝 2016年One Direction解散后 连恩·佩恩的乐风 转向电子舞曲和嘻哈音乐 她在2017年推出的单曲 一度挤进Billboard前10名 最近的一首单曲 在今年3月发布 喜欢表演和创作写歌的连恩 过去坦诚 自己藏于酒精和药物抗战 去年接受治疗后 曾保持戒酒六个月 有关她的死因 仍有待警方后续理清 公司新闻曾惠民编译 常常走入国会大楼 韩国女团New James成员 哈尼数号以参考人身份 亲自现身环境劳动委员会的 国阵监察会议 陈述在公司遭到无视 还有各种不公平 不尊重待遇 包括去母公司 大楼时 被另一组团体的经纪人 要求无视哈尼 还有多次遇到长官 打招呼却一样被无视 另外公司内的员工 还利用应用程式 Blind诋毁骂马 New James 以及Hive的公关部门 要求记者撰写报道时 对团体在日本的沉积 轻描淡写带过就好 对此New James经纪公司 Adore的执行长 金祝英 这次以证人身份出席会议 则表示会尽力处理 这次的内部矛盾 金祝英表示正在调查 哈尼说的情况 但目前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这些情况 但哈尼却反驳金祝英 表示没有尽力处理职场事情 种种的遭遇 让他在说明时一度哽咽 因为哈尼市越南裔澳洲起义 韩文并不流利 这起的职场霸凌事件 连澳洲驻韩国大使也主动关切 而打造出New James的知名制作人 敏锡珍 今年四月也爆出 因为跟公司意见不合 最后被解除执行长的职务 公众新闻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罢工 为在印度南部塔米尔纳都邦的三星电子工厂 参加罢工约一千五百名工人 宣布取消示威活动 因为工会已经与三星管理阶层达成共识 三星同意提高工资 医疗保险与更好的设施等 但尚未承认工会将由法院决定新工会的注册问题 不过此次罢工已对印度总理莫迪努力吸引外资 选择印度以替代中国制造业的计划 蒙上阴影 波音公司员工高喊罢工 大约三万三千名工人 已持续罢工一个多月 诉求提高薪资与改善退休福利 现在更传出波音受到罢工拖累财务 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 预计未来三年内发行公司债 及筹资两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透过专案融资 筹资一百亿美元 合计筹资金额三百五十亿美元 约一点一兆台币的资金 波音日前才因为罢工导致延后交付喷射机 执行长上周宣布 今年第三季竞损恐达五十亿美元 因此宣布将裁员一万七千人 今年截至十月十五号 波音股价累计已暴跌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五 而欧洲飞机制造商法国的空中巴士 也传出将裁员两千五百人 主要是针对国防和航太部门 约占这个部门的员工总数百分之七 以金检不断烧钱 又饱受马斯克的SpaceX等对手竞争的事业 故事新闻这位人编译 英国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外领地 同时也是相当受欧美国家欢迎的度假圣地 安吉拉 这两年因为人工智慧科技蓬勃发展 刚好安吉拉的国家顶级网狱名称 就是点AI 也让安吉拉靠着出租国家顶级网狱名称 赚进大笔钞票 但当地政府却不认为这是长久之计 安吉拉位于北大西洋跟加勒比海之间 总面积九十一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一点六万人 安吉拉一九九五年当时 被分配到的国家顶级网狱名称 就是点AI 根据安吉拉政府的数据 透过网站名的拍卖 能获得一百四十到数千美元 不等的收益 二零二三年 安吉拉政府从这些费用中 赚进了约三千两百万美元 则超过十亿台币 占当地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安吉拉政府表示 从没想过点AI的网狱 会有这种潜力 结果有些人称此为意外之财 但安吉拉当地人称为上帝对他们的微笑 如果注册数持续上升 预估到二零五零年 安吉拉一年可靠着点AI 赚进超过二十三亿台币 公司新闻就要请编译 装在锅中的马铃薯面疙瘩 借由定速转轴的推动 在火炉上均匀翻炒 一旁机器手备 则把已经做好的料理放进代曲区 这是德国途宾跟大学医院 最近成立的自动化机器厨房 消费者透过触控萤幕付费点餐后 厨房里的机器手备就开始大显身手 从冰箱取出预先切好的食材 在按照预设模式进行料理 几分钟内就能把一份餐点搞定 这个机器厨房的菜色多元 除了德式餐点 包括日式拉面 中式炒饭 或意大利面通通都有 加上顾客主动提供私房食谱 有超过120种餐点任君挑选 院方表示 机器厨房的好处是 可以24小时供餐 除了应付午餐尖峰时段 也可以在半夜满足想吃宵夜的员工需求 而当初这家医院之所以发展自动化厨房 并不是想要节省人力 而是因为缺工促成的 至于机器人做的菜到底好不好吃 从做满七八成的餐厅看来 似乎颇受消费者肯定 镜头转到日本 机器人的应用广泛 除了可以担当大厨 还可以发挥陪伴聊天的功能 正在千页举行的科技博览会上 就有厂商不约儿童 除了外形讨人喜欢 他们可以透过学习 更加了解主人的个性喜好与需求 进而进行深入对话 未来这类机器人渴望发挥抚慰人心的功能 成为人类的好帮手 在SpaceX员工的欢呼声中 号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载运火箭的超重型推进器 从德州最南端的波卡奇卡基地升空 大约2分40多秒之后 试飞的重头戏 也就是太空船顺利的与推进器分离 分离后的星舰继续飞行一段路程之后 降落在印度洋海域 而在发射后大约6分40秒 主推进器重新回到地面的视线内 并且点燃部分火箭引擎来降低速度 bOOSTER COMING IN HOT! BOOSTER CATCH! 这是19下载连的转异 棒棒棒棒棒派 下载连误 3转异 新建的第一节主推进器 总共有33具猛禽式引擎 升空时火力全开 推力可达7440万吨 足足是一般中型客机的700倍 每一次升空可以搭载150吨的人员与装备 在SpaceX的计划中 主推进器回到地面发射台后 就由发射塔吊起另一个新建太空船 连接到主推进器的顶端 借此达到迅速回收使用再发射的目的 至于新建太空船在近期可能的用途 除了同时把大量星链系统的卫星送入轨道 也可以作为大型太空望远近升空的载具 而欧美太空总署打算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的构想 仇载量充足的新建也有发挥空间 不过美国联邦航空署FAA发给SpaceX的飞行许可书规定 每年发射的碳排放上限为97300多吨 也就是每年大约25次 距离马斯克想要新建一年升空上百次的目标 有不少的距离 公司新闻学家编译 动保人员以针筒一口一口地喂着五尾熊宝宝 这只小五尾熊的体重才跟一颗芒果的重量差不多 动保人员发现的时候 小五尾熊正在路边 而他的妈妈已经被车子撞死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 动保人员在附近救回了40只被车撞到受伤的五尾熊 可想而知死亡的五尾熊数量可能更多 根据澳洲的统计 目前五尾熊还剩下约九万五千只到五十二万四千只左右 因为城市扩张 土地清理政策 林业开采集发木 被狗袭击和交通事故等缘由 让澳洲国保的数量持续减少 此外大约在五十年前 动保人员首次在五尾熊身上发现了披菌 而这种细菌会导致五尾熊失明 此五尾熊尿入感染和不孕 也会损害熊五尾熊的精子 动保人员批评当地政府动作太慢 才会让东海岸的五尾熊 在2022年被政府正式列为冰围物种 也有研究人员在这十年间监测 并且对165只五尾熊接种疫苗 发现这让他们的死亡率降低了64% 然而目前仍然处于实验阶段的初期 近年来动保人员又发现五尾熊 正在面临另一项威胁 也就是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造成的野火与热浪 将使五尾熊的栖息地缩小 公事新闻沈鹿佩编译 瑞士渔民戴笠从纳沙泰尔湖 拉起箱形渔网 收获目标淡水鲈鱼没几条 网子底部却已经粘满许多棕色的小贝类 敲也敲不干净造成严重困扰 这种斑鱼一倍是原生于黑海的外来种 二零一四年首次在莱茵河中发现 十年来至少已经散播到六个瑞士湖泊中定居 密密麻麻粘在河底 日内瓦湖水下两百五十公尺深处 都可以找到它 这种一倍繁殖力超强 一个个体可以产下数十万个幼虫 幼虫在水流中传播 当船只与设备运输到新的湖泊河流时 就会顺势把它们引入新的环境 快速攻城掠地 科学家根据它的近亲斑马一倍 上个世纪在美国五大湖的入侵轨迹预测 未来二十年内 瑞士的斑旅一倍族群将增加二十倍 而它们也已经出现在法国与德国水域 班旅一倍大举入侵 吃掉大量浮游生物 让本土鱼类跟其他物种少了食物 影响生存 瑞士本土小龙虾数量已经下降 有人拍到它们身上沾满一倍 面临窒息 此外一倍还会堵塞抽水管线 妨碍抽取水源 目前瑞士还有少数的湖泊幸免于难 当局正考虑制定船只运输 跟清洁的新规则防止蔓延 公知新闻 社会中编译 体型庞大的南陆脊晶 在海面上自在悠游 不时上演的翻腾白尾 让赏金民众惊呼连连 阿根廷南部瓦尔德斯半岛 每逢6到12月间 会吸引南陆脊晶 来到这片宁静海湾交配繁衍 南陆脊晶是虚晶的一种 身长约13到16公尺 体重介于60到80公顿 最大特征是头部长有许多 厚达5公分的白色硬件 这些硬件就像指纹一样 每只鲸鱼都不一样 过去南陆脊晶 曾因为商业补金 并离灭绝 自1937年禁止猎补后 数量稳定成长 不过它们现在 可能面临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秘食不易 研究人员在八只鲸鱼身上放置摄影机 发现鲸鱼妈妈也会带着宝宝潜入海底 寻找鲸鲨和小鱼吃 这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现象 研究人员提出报告指出 海底的浮游动物比在海面上来得多 这可能是鲸鱼宝宝 也得学会生前的主因 环保团体曾经警告 过度与非法的远洋鱼业捕捞 正威胁大西洋 西南部海域的海洋生态 让南陆脊晶觅食困难 研究人员这次的新发现 无疑印证了这项警讯 他们也呼吁人类 避免掏空海洋资源 共同保护鲸鱼的家 好让这类大型哺乳动物 能够在这片美丽的海洋生生不息 公事新闻子会名别一